大家好,我是小春 今天来介绍陆服最近新增的侠客 也是新色雕第11支针系列 吸毒欧阳风 预计按照台服改版的速度大约半年后吧 所以对吸毒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慢慢累积资源规划转队 毕竟色雕转队非常的痛苦 如果不是那种除职不眨眼的大佬 半年的时间还不一定能累积足够的资源 虽然台服更新的有够慢 但针系列毕竟前面还有一支针钥匙 针钥匙评价就相当的两极 如果把针钥匙当作累积资源的时间 半年还是可以接受的啦 但最怕的就是不止半年而已 OK,废话不多说 按照惯例,技能展示 哇塞,超级霸气有没有 虽然不是癞蛤蟆 但是有个硕大的舌头啊 而且那个舌头看起来就非常的阴险狡诈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种从天而降的长法 结果落下来的却是一颗舌头 真的是超级帅又相当的霸气啊 光这个外形你们不转队吗 OK,再来我们来看吸毒欧阳风到底强不强 神话真,属性是技 定位是中毒输出,蓄毒爆发 化精一重,毒霸天下 在场触发自身免疫石化状态 并且自身与友方局战力最高的一名侠客 附加中毒无法被驱散 不知道该说什么啊 你看,连免疫石化这种东西都出来了 所以搞不好以后会有免疫内伤、毒伤、外伤 这类的侠客出现 免疫石化这东西真的是蛮恶心的 因为他专门克制北侠队 等于说以后的毒队已经有一只完全不怕石化 再来就是战力最高的另外一名侠客 他的中毒也是无法被驱散 那以毒队而言,另外一个最好的人选是谁 当然就是曾兆敏咯 等于说以后曾兆敏跟曾欧阳搭配 他们两个的毒都无法被驱散 现在玩毒队的玩家应该很有感触吧 曾小招横空出世之后 那个中毒状态几乎都会被解好解满 但是这种情况持续到吸毒出来之后 就可以破局了 那天有在直播看到试炼关卡的朋友 有没有看到曾兆敏跟吸毒 两个人一回合就可以叠五成啊 真的是超级恶心 相当的霸道啊 花镜二重 零蛇战法 对敌方全体造成攻击358%加4200的内攻伤害 使目标受到一层中毒 每回合受到攻击150%加1200的中毒伤害 持续两回合 若目标血量高于50% 则使本次附加的中毒伤害提升至攻击200%加2400 这招就是神话欧阳风最缺的技能啊 100%的中毒几率啊各位 这个才是至争该有的强度啊 350%的伤害跟神话欧阳风一样 150%的中毒伤害也一模一样 但是只要目标血量一半以上 他那次的中毒伤害 就可以提升整整攻击50%的威力 50%的威力相当于多了四分之一啊 以目前所有的毒系侠客来看 200%真的是创新高啊 所以以后吸毒的毒伤会更加的恶心啊 花镜三重 五毒俱全 每回合开始十处吧 有78%几率随机分配三成中毒状态给敌方侠客 每回合受到攻击150%加1200的中毒伤害 持续两回合 单个侠客不超过两成 果然吸毒欧阳风全身都是剧毒啊 其实也不难理解就跟真兆米一样 开场的时候都有几率附加额外的中毒层数 蛮可惜的是几率是70%并不是100% 但是如果是100%的话 吸毒好像优点太强 所以经过策划的深思熟虑 70%这个数字还算不错 换句话说以后开局的时候 曾兆敏跟吸毒就有随机几率附加中毒 那这样子曾兆敏完全不怕没有毒可以引爆啊 而且感觉以后的毒对配置 大概曾兆敏加吸毒就可以了 什么二老百损可能可以通通不要啊 这两只毒的技能互补相当的完美啊 化镜四重 万毒四天 在场速发提升友方全体侠客中毒伤害30% 并且敌方侠客受到中毒伤害时 将为自身恢复中毒伤害30%的血量 不受降疗效果影响无法被吸收 哈哈哈 这刀真的是太恶心了啊 超级有够恶心啊 提升全体侠客中毒伤害30%耶各位 这个数字超级夸张耶 等于说吸毒的技能附带了一个六星一宝的效果 甚至效益可能还远超六星一宝啊 而且还能吸收中毒伤害30%的血量 这个就是密点天罡风雷或天罗的效果 这个效果相当的实用 而且吸血的时候还不受降疗的影响 你毒伤有一千万 那就是吸收三百万 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后面无法被吸收的意思 就是你补血三百万的时候 不会触发敌方吸狂的技能 以前只要有补师在补血的时候 对方有吸狂扬过也会跟着拼命的补血 但是吸毒这刀补血技能 完完全全不会被吸狂吸收 感觉就是一物客一物啊 降为打击 作为吸狂的义父 补血的时候无法被吸收 合情合理啊 化镜五重回光反照 血量首次低于40%触发 免疫下一次受到了技攻 并且获得自身最大血量50%的护盾 持续日战斗结束 该护盾无法被驱散和削减 仅触发一次 为什么连续两招技能我都会想笑啊 真的是有够恶心的耶 40%的时候就可以触发50%的护盾 而且这个护盾是完全无法被驱散和削减 就等于说这只侠客天生会有150%的血量 哇塞 中毒伤害如此之高 然后在防御方面也丝毫不逊色 又痛又硬又能自补 目前五招看下来这只堪称完美 真的是有够恶心啊 天啊 化镜六重 蛤蟆心晶 吸毒欧阳风释放蛤蟆攻时 全身续静寒视 运力不土 实际到顺时反击 去你的废话真多 哈哈哈哈 在场触发 自身进入续毒状态 自身将储存敌方侠客受到的中毒伤害 第二回合开始时触发 间隔一回合 吸毒欧阳风选定敌方随机三名侠客 并立刻引爆此伤害 对目标侠客造成储存伤害 50%的真实伤害 由三名侠客分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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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我竟然又笑了 这只侠客真的是超级有够无耻啊 这招就很类似张三峰的蓄力攻击 只不过他蓄的力是毒伤 那这就表示曾照明的毒爆伤害 会有一半的伤害被吸毒欧阳风吸收 如果曾照明毒爆1000万 那下回合开始吸毒将获得500万的真实伤害 重点来咯 是真实伤害 真实伤害不用多说吧 超级恶心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招可以贯穿深门侠客 因为他是中毒伤害转真实 所以你深门免疫持续伤害完全不适用 所以以后毒队面对两仪最好的情况 第一回合把对方打到剩下两至三只 然后两至三只引爆的时候 顺势把深门侠客收掉或是打残 这招真的是蛮暴力的 但是这招有个缺点 如果你杀到对面只剩一只深门侠客 那这招可能就完全没有用处 因为他是要累积中毒伤害 如果只剩下一只深门侠客 那那只深门侠客完全不会中毒 所以就代表你完全没有毒伤可以储存伤害啊 所以这招目前看起来是有利有弊 不过利大于弊就是了 而且如果你有跟上直播的朋友 那天在打试炼关卡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那个蓄力伤害超级有够高啊 真的是非常期待吸毒到台服之后的表现啊 因为我们台服是高光生态 所以毒伤转成正式伤害应该更加的可观啊 我觉得以后会有非常大的几率 看到蓄力一回合把深门收掉的情况啊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一定相当的精彩 那来我们来看专武的部分 祭回祭攻有75%继续触发增加自己怒气15% 增加怒气的效果非常的不错 金汤被攻击时若自身血量高于目标 则持本次收到的伤害降低20% 这个超级实用 加上吸毒本身有护盾的技能 而且毒队还有抗暴的玩法 所以维持血量应该非常的简单 等于天生自带减低伤害20% 非常的实际 后甲血量低于50%时触发 增加自己护甲35%继续战斗结束 护甲这东西就是不无小补啦 再来我们来看吸毒的秘籍效果 由于吸毒我还没获得 所以我用论坛上的图片来做介绍 在介绍之前先跟各位说一下 吸毒的秘籍属于甲包 也就是甲轮 跟真小招的秘籍绑在一起 奇怪 我怎么感觉甲包越来越香啦 OK 咱们来看秘籍效果 三密的时候 蛤蟆心筋增强 引爆储存伤害前 有58几率对选定的侠客 附加风血状态 持续一回合 这招怎么说呢 超级有够恶心啊 白笋跟黄耀师的风血 是针对前后排的 结果现在吸毒的技能 是随机三密风血 虽然几率只有50% 但是不要忘记哦 吸毒引爆的伤害 是开始回合的时候 所以这招一旦50%几率生效 那中奖的侠客那一回合 必定风血 连技能都还没放 就已经先风血 我就问你们一句话 这招到底恶不恶心 哈哈哈哈 再来 九密的时候 毒霸天下增强 使之身附加的中毒状态 持续回合加一 毒霸天下就是免疫石化的那一招 等于说吸毒的持续毒伤 由两回合变成三回合 这个效果差距非常多啊 多持续回合就多一分的胜算 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 因为免疫石化的那一招 还可以让另外一名 有方侠客中毒法驱散 那这个中毒回合数加一 不晓得能不能也造成影响 如果能造成影响 那增兆敏的毒爆会是三回合 哇塞感觉超级恶心的耶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强啦 所以这招的效果 我觉得只有吸毒自己能享受 策划应该不会弄得这么恶心吧 再来九红密的时候 在场触发提升有方权利侠客中毒伤害至40% 你们有没有觉得吸毒真的是没有一招废剂啊 连密集效果也是啊 虽然他本身就已经提升30% 但是九红密的时候可以再多10% 一只侠客全身都是宝 真的是非常夸张耶 这一只真的是铺爱平衡的代表啊 真的是太夸张啦 好啦以上就是吸毒欧阳风的技能资讯 如果对于吸毒有兴趣的朋友 赶快累积你们的资源吧 总感觉以后的毒队会非常的强势啊 这只的强度真的是超级夸张 完全没有再跟你演的啊 以前的策划喜欢外伤队 但现在策划感觉心是黑的啊 偏向毒有没有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啦 我是小春 咱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by bwd6